全国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 也是迈入第十五年的国庆抢成功活动 在国庆乡成功广场盛大展开 老街涌入了大量的人潮 活动由开台圣王和各宫庙联合绕境采接 拉开了序幕 也炒热了国庆市区的热闹气氛 当绕境神尊完成安座之后 国庆抢成功活动正式启动 县府秘书长洪睿智 客委会副主委范佐明 以及国庆乡长邱普生 热情邀请全国民众到国庆乡 感受客家文化特色 国庆乡是南投县最大的客家聚落 客家文化浓烈 为了推广观光产业 吸引民众前来体验 在九二一地震之后 国庆乡开始举办抢成功活动 县府也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发扬客家精神 活化地方经济 营照客家新愿景 那我们知道国庆乡从民国九十年起 就开始举办这个国庆抢成功的 这一个活动 那主要就是希望说 藉由这个活动能够提振国庆乡的经济 然后活络经济的发展 然后塑造国庆乡的客家的新愿景 那南投县政府也希望 跟国庆乡公所一起结合 来努力办圆满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全国的民众 能够到国庆乡来体验客家的文化风俗 活动结合客庄信仰 呈现客家文化风俗 同时祈求平安顺利 希望上昌能够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也能让抢成功活动 带动客家产业的发展 我们客家都信奉了很多的神明 跟像一鸣庙 马祖什么都有 观光什么都有 那这些都是我们客家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信仰 那今天我们有请各公寺庙 请他的神尊移驾到成功广场这边来 有我们主神是正成功 开台圣王当主神 也有绕境也有祈福 主要就是要让 希望说我们的上昌 能够保佑我们这个客家乡镇 能够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五谷丰收 大家出入平安身体健康 也能够保佑我们 能够预祝我们抢成功的活动 能够顺利圆满 能够把这个活动行销出去 完了之后还能够带动 我们地方的一个产业发展 客家文化的推广 行政院客委会相当重视 也非常支持 也很乐见客家语言 以及文化的落实 让客家精神能够永续传承 我相信文化活动 不是只有一场 这个国庆奖成功 其实邱县王他希望带动 整个我们国庆乡 对于客家人这么多的地方 能够透过很多不同形式的 包括我们硬体面软体面一起来 那他们要推动部分 我们客委会一定会继续来支持他们 尤其是我们黑港银 南台青都黑 很多都是从北部过来 或是其他地方来 那他们还一直会保持原来的客家化 其实客家语言是很重要的 我想说看到我们乡亲在这地方 为了推动活动 继续讲客家话 那就是我们的根本 我觉得非常棒 那小朋友也能够知道说 其实我们台湾那么多元的社会里头 有客家 有闽南 也有原住民 那一起来参与这样多元活动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台湾会更丰富 那因为有客家也会更圆满 国庆抢成功活动 为老街带来人潮 今年活动主轴 以相约国庆一起成功为主题 由创意花灯教比赛带头起跑 乡民利用环保资源 融入各村特色以及客家元素 争取斗艳 另外也有吃鸡精彩的抢成功活动 县府也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吸引游客体会客家节庆的魅力 漫游客庄美景 品尝客家佳肴 以及浓特产品